香港南华早报网站 10月2日发表题为 美国盟友炸毁中东 中国维护亚洲繁荣的文章 作者是卢刚 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外交双月刊 正在宣传即将卸任的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将要发表的一篇 关于拜登外交政策遗产的文章 我迫过期待的 想读读这篇文章 只为一笑 作为自小不识人 迪克·切尼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和保罗·沃尔夫威茨 总不秀以来 最糟糕的外交政策团队中的 关键人物 布林肯与拜登这对搭档 破坏了全球稳定与安全 但对他们来说 要指责的总是另一方 即中国 布林肯写道 今天中国和俄罗斯 正试图颠覆国际体系 并咄咄逼人地 挑战美国的利益 这并不正确 让我们弄清楚一个基本点 冷战期间 世界分为 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 苏联和美国都选择了 针锋相对 然而北京一再明确表示 做一项官方政策 中方不寻求霸权 也不寻求挑战 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更不寻求颠覆 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 事实上 谁是全球化贸易的 最大受益者 实际上 拜登和华盛顿的其他人 想把世界分成两个集团 这只是为了制造 另一场冷战 中国并不想要冷战 是美国迫切需要 亚洲人也不想要冷战 他们会进行数学计算 2000年至2020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10倍 这对整个地区 甚至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全世界来说 都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溢出效应 中国的经济崛起 是亚太地区财富增长和稳定的最大贡献力量 亚太地区必须从美国在中南半岛的失败 以及华盛顿几十年里和菲律宾腐败独裁政权的支持中恢复过来 但不知何故 布林肯和整个华盛顿建制派都将把中国描绘成麻烦制造者 你们知道是谁制造了麻烦 让整个地区陷入火海吗 好吧 我们都知道是谁 以色列在设法消灭哈马斯 同时对加沙民众实施种族灭绝之后 现在又再次入侵黎巴嫩 为何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1982年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赶走了巴厄斯坦解放组织 结果却让更加激进的真主党掌权 但归根结底 以色列想把自己的主要资助者美国拖入一场与伊朗的战争 就像911事件后 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一样 有以色列这样的盟友 谁还需要敌人呢 感谢观看